我的休息就是靠这个结局 这就是专业的播放器是吧 我给你找个歌让你听听 这是我每天最大的享受 这叫什么 奖励自己一套吧 这个人得奖励自己 这没多少钱 你散个一两年 给自己送自己一套这个东西 我现在就是 当自己完成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的时候 我就讲自己一套 你入行的时候 应该那时候算是出版的黄金时期是吧 我觉得黄金时期永远存在 《读酷》是2005年 我的36岁本命年开始做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 到了30多岁的时候 他必然的一个心路历程吧 一开始迫于生活压力 迫于这种社会角色 迫于各方面的这种社会对你的规定 你会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所有一天你会觉得 原来我生活中这些东西 经不起我自己的盘问 分隔相爱 不会害怕 遥遥曼你 心性有否偏差 正是让这爱 已出尘欲感 现在可以说《读酷》已经活下来了吗 我不敢说 因为这个太脆弱了说真的 我觉得六哥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 并且能做出来一些 人们想象不到的事情的这样一个人 我们近期的目标 就是刚才所说的四五项 中期目标 就是等我们读酷的专属的小程序和APP 更远期的目标就是我们能够做出独立于书 独立于传统的纸媒之外的这种内容 这是到现在为止我的一些想法 应该有很多投资人找回 高速增长的企业不可估值 我们这些年在会计指标上是可以 我不太清楚 至少我们这不都还活着吗 我们的工作的本质叫信息服务 即使未来纸质书不存在了 我相信我也能活得好好的 那我换个问法 现在读酷是不是可以松一口气 我不愿意松一口气 因为它本身是一种快乐 你看我这十几年 我觉得真的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十几年 我就完全不能想象没有读酷 我觉得这个不错 我觉得今天摩登天空做的就是主流音乐 中阳光美播一部戏是我最焦虑的招呼 只要想做这件事情 中国第一选一定是生物 主酷它就是一个高度人格化个人化的产物 本质上就是一个水平 只有很少的时间处在一个结构性思考 十百天快就是了解这个世界的最好的方法 今天是上班的最后一天了 春节前的最后一天了 所以这个大家虽然是奴隶 还是请摆出今天摆出奴隶主的样子了 好吧这个像大爷一样 现在真的是处在一个快速的这个自我否定 自我解构 这个自我建设的这个过程中 我呢平时记了一个小笔记 我就这个想到哪说哪 看起来不难 难得是怎么把它做的真的 当时创办读酷的时候 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我觉得的确是很多偶然可能形成了这种必然吧 你拿这个我的职业来说 其实我我审新闻是被逼无奈 我的最大梦想就是北大中文系 那后来在做报纸 包括又做杂志 网站 电视台等等 我觉得大部分的经历呢 其实都是我在接受别人的挑选 哎老六你这个我这正好要编一本杂志 你能给我做主编吧 所以这也是到了我36岁的时候 觉得自己要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 对对对 我记得当时我内心的就是做读酷的真正的动机 就是我那时候马上要去另外一家公司 去挣一份不错的薪水对吧 有一个不错的职务了 我内心我就特别想 我说哎呀我说看起来我这个人混得很好啊 对吧 混得左右风源对吧 永远不愁 找不到工作 我就想这个看起来是好事 嗯 但是他反过来说 他就妨碍了你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如果我把现在这个机会我移开的话 我就是一个新的情景 一个更有想象力的一个 一个画面产生了 我就开始编读酷 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 到了30多岁的时候 他必然的一个心路历程吧 一开始迫于生活压力 迫于这种社会角色 迫于各方面的这种社会对你的规定 嗯 你会做很多事情嗯 这些事情甚至是 有的一根就跟你一辈子 嗯 但是呢你总有一天你会觉得啊 原来我生活中这些东西 经不起我自己的盘问 嗯 是怎么想起来做这样一种 就独特的这种出版呢 当时这种模式咨询过周边的朋友的意见吗 因为我认识一个老编辑啊 他就说他十几年前的时候 曾经给你提出过否定意见 嗯 说这个事肯定干不成 对对 然后说今天这个老六居然真把他干成了 嗯 那你当时也身边的朋友反对的多吗 我觉得这种反对可能并不是针对这个事的反对 而是针对我这个人 就觉得你你干嘛还这么折腾啊 当时做毒库 我的第一个就是我 我是比较理性的给他做了一番沙盘推演 对我不会说做一个特别蛮干的事 我先试着做了一期毒库 这期毒库印了一千多本 一千多本也不过才三万块钱 也就是说我这一千多本 就即使没有一个人喜欢 一本都卖不出去不就赔三万块钱 结果呢 结果我把这个做出来之后 先拿它去和发行商去探讨 他马上就说这种书至少能卖一万 所以真正创刊之后的毒库 第一期印了一万二 马上就加印 所以呢就是 当然这个一万或者一万二 其实在我自己内心是有判断的 这不早就在我的预估中 这十几年过来 整个的毒库的发展历程 都在你的推演之中吗 还是有所偏离 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没有偏离 但是我会迅速看到自己的不足 就是我的我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编辑 我会编稿会组稿 但是慢慢你要学会经营 你要学会管理 原来一开始是个作坊式的 就是我和我老婆我们俩 后来慢慢的 我们做到第三年 我们才有一个专职的员工 有一个专职的员工的时候 我老婆半夜突然吓得做起来了 她说哎呀 她说万一我们要给人家小梅 开不出工资再怎么办 真的是这样 你就会有这种经营的压力嘛 那一直到毒库做了将近十年的时候 我们才有办公室 还需要合照吗 不需要 那我妈干嘛 我错了就拿去 你们是不是很久没见了 我说上一次 上一次 就上一次 对 原来2月26号 对 2月26号 这个星期又 这个星期还真不错 吃这个汉子 又不是做美食节目的 好 就是我们选 选题的这个标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十几年前和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当然一开始可能这个标准 就当时我定的是 当时叫Google不出来的人 百度不出来的人 做冷门的人的 你的初衷是什么 因为热门的人 轮不到你做 嗯 一个是他会迅速的被 就是被挖的透透的 嗯 然后呢迅速的受众就会疲劳 嗯 那做冷门呢 你反倒来说就是 有充分的时间 也有比较大的自由 并且对方呢 也会有比较大的配合度 因为他配合度不好 你他大可不做 对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其实你的选题的范围 反倒更加的宽广 嗯 什么样的类型 是你最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是能 就是有可能把它做足做兔 还有一个呢 我的考量是 呃我们如果去记录一个民间公益者 我们不会去记录他手上的老茧 怎么厚 他累的这个 这个 腰也弯了 背也脱了 不会记录这些 我们记录就是他 他的手为什么会那么做 我们去记录他的聪明 去记录他的材质 去记录他了不起的大脑 他是怎么运作的 我觉得这个比外在的 他的肉体怎么怎么运动 要有价值的多 那这是独夫做的事情 我们怎么和一个 比如人物类的一个期刊 有所区别 我们会有一些少量的这种测动 就是我们去测动一篇报道 大量的写作 我认为可以分成为两类 一类呢 就是这个核心信息源的身边人 他不是出于 我要报道他 我要让人共知 他就是出于非常单纯的 记录下来的目的 并且他因为对他太熟了 所以他的方方面面 他都能够得以呈现 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所谓的内行 比如说我虽然我不是做法律研究的 但是我相信我会对德国的司法案例感兴趣 虽然我也不会去画建筑图纸 但是我对建筑会感兴趣 并且那是那是有一种审美上的愉悦 是吧 或者是智识上的那种快乐 就这种快乐 其实是只有专业的人才能传递给你 因为他做得非常专业 他能把这个事情做得非常漂亮 并且他能够深繁就简 能够提炼出一个 让你一下毛色盾开的一个看点 或者是内在的一种门道 我用十几年的时间 我慢慢 一个是把规模做大的 另外一个我自己开始学习这种 精英管理的知识 金融知识 财务知识 你上了商学院了是吧 现在 那当然一个是你要学习 还有一个呢 这个时代变化也太快了 都酷在一开始和传统的 其他书没有区别 也是说 我把这个书做出来 然后找一个发行商 但是呢 你后来一做起来你就发现 第一呢 这个发行商他很欺负你 对吧 因为你对他形成了依赖 这样的话呢 他一个是他会努力的压低折扣 让你的利润空间很小 还有一个就是账期啊 结算啊 因为就相当于说 这个钱是你的 但是在他的口袋里放着 我从报表上看 独库是挣钱的 但是我还要不断的借钱 对我来说 我自己印象中最困难的一个是 2017年的中秋节 大家都等着这个放假 欢聚一堂 对吧 和家欢乐 然后出去玩 我那会在干嘛呢 我在借钱 去官员局上去给我的职场 印场 转账 如果说我真的我编带书卖不出去 我认了 我明明我这书卖出去了 但是这个钱在渠道商手上 他不给我 所以那时候是我感觉就是特别就是 就是有一种结构性的挫败感 这种结构性的挫败感是靠你怎么努力 都没用到 所以对我来说 我要做的就是我努力去打破这种结构 我要重塑一个新的系统 我觉得我当时 如果说我还有一点点商业头脑的话 我唯一的判断就是 一开始独库做的时候 我和我老婆 我们俩拎着这个印好的邮政的那个包裹 去邮局柜台排队邮寄 但是慢慢的你就会 我们就开始用快递了 再过一会儿 这个快递员去我家敲门了 他说你要发快递吗 我来给你发 他就会比 他就会比邮局要服务要好得多 我当时我说可能中国 未来马上就要进入到 满大街跑的都是快递员的时代 我觉得我可以绕过发行商 直接和我的读者发生关系 因为我的读者他不会欠我的钱 他会先把钱进去我 这个也是大家觉得说 你到底是一个商业奇才 还是一个有天分的这样的一个直觉 导致了你绕过了他们 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也是 还挺神奇的 逼到那个份上了 你总得找活路 我觉得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 可能会必会有这样的一个回馈 会给到我们 但是你刚刚讲到太多的一厢情愿的时候 我又在想 我们很多的时候的人 所谓的一厢情愿 因为我一直是觉得 独库有一个非常稳定 且非常忠诚的读者群 这些年一直都在跟随着独库 而且这个读者群 就不断地在扩大 那所谓的 也许我们买单的就是你的这种一厢情愿 但是我 这叫什么 就不要仗士其人 对 不要仗着人家对你好 你就为所欲为 对 刚才你说的这个 我记得 2018年的2月份 也是我们的读者鼓励我 你快开淘宝店 快开淘宝店 我就上传了30个之后 当成为一个店 我发现 那是半夜 凌晨的时候 我发现已经有三个订单了 这一点确实是现在看是我们太好的运气了 就是当时决定有自己的这个直营直销模式 就是叫去中间商摆脱对传统渠道的这种依赖 那么收回来这几年 我觉得时代又发生变化了 新的销售渠道有了 这种新的销售渠道就是逻辑思维 一条凯树讲故事 以及新的微信公号这个大号等等 他们的就是这种商业逻辑 他们的合作精神和传统渠道完全不一样 对他们是个平台的 对 而对我来说呢 一个是我的产品可以控价 我的书从来不打折 罗基斯维的会员刚刚花38块钱买了一本书 纽头一看当当网卖22 但是我这不存在 另外一个我是我们是我们这个小团队 我们这些小伙伴们 金鱼这么多年自己打包啊 自己处理订单自己打包 我们的这种直营直销所营造的这个仓储物流配送体系 又和这个新的平台完美对接 就是罗基斯维 凯树讲故事一条 他们不需要仓储 也不需要进货 也不需要处理订单 也不需要发货 也不需要售后查单 所以到2020年我们的厂外销售 厂外销售就是非直营直销的这块的厂外销售 又占到了一半 现在用了几年时间收回来 又用几年时间走出去 读库十六年来大概搬了多少次家 这是我们的第六个仓库 因为我叫老六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个家 是最后一次搬家 真的是第六个 这不是凑吉利数 原来都是在北京是吧 对都是在北京 从四环外搬到五环外搬到六环外 然后怎么想起来到最后落脚到这来 其实南通是偶然的选择 当时我们决定要搬家的时候 大概考察了十几个城市 这十几个城市里头 我第一顺位第二顺位 当时确定了三个城市 这三个城市都确定下来之后 南通才找到我们 到了南通一看 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好 我原来设想的只是一个库房 现在到了南通之后 它变成了一个库房 加一套智能分解系统 加一个公共文化互动空间 还有一个小小的策展空间 这都是超出库房这个定义之外的一些东西 有欧阳修错认苏氏的卷子的故事 后面还有很多的 比如说欧阳修特别喜欢想刷掉一个叫刘基的人 对 这是第一次到这里 不是 我是第一次来 是6月6号 他第一天开业的时候 他库房刚成立的时候 我就过来了 所以您会周末 只要他这个活动 您会愿意带来 有活动 大部分的活动我们都参加了 北京市防汛抗海指挥部办公室网站 昨天发布了 关于北京721 特大暴雨伤风泥事流塞害 遇难人员情况的补充公告 好 敬顾一次 为什么你的读者会 因为在你困难的时候 都义务的挺身而出 然后你和他们的互动也那么多 如果说一句366的话 我认为就是 他们不忍心 让读酷这样一个东西死去 因为现在你真正生活中的必需品 就是必须要买的程度那种东西很少 你大部分买的不都是这种 满足自己的一个情感需求 或者精神认同吗 我觉得比这种经济上的 这种支持更重要的是 很多人给我们这种 内容介绍上的支持 读酷和他的读者之间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就是一种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吧 平时也很少 彼此也很少打扰 我的手机 从做读酷的那一刻就是开放的 就是所有人都知道我的手机 但是我从来没有接到过 骚扰电话 读酷有一个三有三不的准则 就是有趣有种有料 然后不惜成本 不计篇幅不留遗憾 我先来问这个三有 做出版为什么要有种 这个有种呢 我觉得因为阅读 其实是意味着一种冒犯 老百姓花很少的钱 买一份很厚的杂志 或者花几分钱几毛钱买一个报纸 和花几十块钱买一本书 他的阅读期待是不一样的 他如果花几十块钱买一本书的话 他的阅读期待一定是 我希望你要告诉我 我不知道的东西 告诉我新鲜的东西 所以所谓有种就是敢于挑战 我觉得有种 对是这个意思 就是编辑有没有种 敢于给读者端上这么一盘菜 读者有没有种 能够面对这种冒犯这种挑战 这个标准是你自己内心的标准 还是你判断读者大概 从阅读的习惯上大概可以接受 我觉得他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他如果有量化的标准 反倒简单了 他就是生产线了 我觉得编辑恰恰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 没有具体量化标准的 它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就是我觉得编辑最 最应该具备的技能叫拿捏 有没有拿捏不准的时候 比如说你发了一个什么 后来事后觉得好像也不应该发这个 要调整一下 这个没有 我们的作者 我们的读者和我这个编辑之间 是形成了一个这种怎么说呢 一个空间 在这个空间中 大家彼此知道 对方的容忍度到什么程度了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读库和作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读库和作者之间更是一种 我很骄傲的一种关系 就是这种信任 尊重 他们乐于把稿子交给我 乐于让我来处理 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支付稿费 尽量多的把书卖得多一点 让他稿费 百税拿得多一些 我也不跟作者撒谎 我觉得我们这个关系都挺好的 我认为独库的合作和你与其他的出版社的合作有什么不同吗 独库 我觉得六哥就是一个给作者特别大的空间的一个 就是说像有的社吧 他会有很多的要求 但那有时候也挺好 就是你自己想不到的会刺激出来 但是六哥基本上就是说 他也不跟我提什么要求 不然你写 你写出来了 你拿过来 他看着行他就用 就是比较自由 比较自由 然后也确实节奏比较合拍吧 因为有的时候他改一些 他对我的稿子做一点修改 我看到有个觉得 对 这地方改的好 本来是 因为作者这个地方很矫情的嘛 就是被编辑改稿子有时候很容易很生气的 对吧 但是就是六哥就是改的有点很舒服 就得这么改 就这个 因为我采访的是文化商人 商人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属性 但是整个的采访下来 我感觉好像你对盈利这个事 并没有那么看得重 盈利是必须的 但是呢 盈利看你怎么来理解这个盈利 我有一种就是叫用时间换空间 一万块钱 就是图书也讲究在动销率 对吧 我一万本书 我是用一个月卖掉的 还是用半年卖掉的 那个效益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的负债表非常简单 就是挣的比花的多就可以了 我们维持一个现金流的良性的 正向的一个流转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 我 我没有那么 我没有那么精密的财务 财务数据 还有一个好处是 我不需要向投资方汇报 我如果不增长是可以的 如果说今年我想把这个利润 我就买一套智能分点系统 虽然看起来好像很不值得 但是我就那么任性 也没人管 对吧 我觉得拥有这种自由还是挺好的 如果要是一个传统的 没有这种自动分点啊 这样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大概需要多少 一个车间 从 我觉得纯粹从成本上来划算 来核算的话 应该是不划算的 因为我们中国的人工很便宜 说真的我们弄点临时工 弄点劳务派钱 所以你这个是效率高了 但是其实成本是增加的 一个是效率高了 一个是差错率低了 机器的差错率是零 我觉得更主要的是 我们的书 在这样的系统内被处理 我觉得我自己很舒服感觉 但是从商业上的考量的话 可能 我们需要平衡一下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 你冒犯读者 但是现在 手机我们都知道这种 这种时代是 你是没法冒犯他的 甚至你要 你不得不附和他 我相信很多人的阅读需求 是可以被唤醒的 当他没有看到这一类文章 当他没有看到这一种 这这种文字的时候 他意识不到 我觉得一个人的阅读 他肯定是立体的丰富的 而不是说我永远只读某一类 我永远只读某一种风格 他就满足的 其实我觉得最近这些年 第一 我不得不承认读书 是少数人的事情 我必须得承认这一点 你承认这个之后 你就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了 反倒不那么容易被诱惑 或者不容易 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那对于我来说 我已经明白了 我就是为少数 还有阅读需求的人服务的 但是这些人也足以养活我们 足以让我们过得很好 而且这个群体也在逐渐扩大 所以呢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对于我来说 首要的任务就是活下来 就像围棋一样要多那几口气 现在可以说 读库已经活下来了吗 我不敢说 因为这个太脆弱了 说真的 你像早期的读库 做读库的时候 我还要去打工 去挣一份钱来养 挣一份钱来补贴读库 不要说早期是这么过来的 那么甚至2018年的时候 也是年终7月份的时候 我是把所有的积蓄 给团队发了年终奖 就是上半年的奖金 上半年的奖金发完了之后 可能我们所有的 不管是对公账号 还是我的个人账号的钱 加起来不到10万块钱了 18年离现在 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 坐在一个貌似高尚大的 这个办公室里 好像每天高枕午 又不是这样的 它其实非常的脆弱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真正难的是 我所从事的这个生意 叫一对恩 对吧 一对恩的生意就是 这个恩 我不知道它在哪儿 第二呢我不知道这个恩 它有多大 它是少到只有 极少数人为我喝彩 还是它能让我们 每个员工都有笨头 能够买到房买到车 我不知道 我们得去努力的去找 就是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恩 怎么能够长期的维持 维系 彼此的尊重和信任 然后说服他把口袋里的钱交给我们 并且有的人交给我们之后 他还能对我们说一声谢谢 这个太难了 并且这也是这个行业 给我的最大的快乐 如果我是做衣服的 或者说我是一个房产商 一般来说 不会说人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就完了 他不会再对你说一声谢谢 只有这个 因为会对他的精神 会对他情感世界有巨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也许是终生受益的 也许是把他推入深渊的 让他堕落的都是有可能的 或者让他迷失自己的 让他陷入某种魔障的 这种不可知 比他花的那点钱要严重的多 所以这是真正让我就是压力山大的原因 那我换个问法 现在读库是不是可以松一口气了 我不愿意松这口气 因为其实这口气让我处在这种 你要实时接受新的想法 新的观念和你截然不同的意见 这种理念的这种冲击 甚至把你趴他拍死在那儿 给你颠覆掉否定掉 都是他这个本身是一种快乐 我觉得至少我到现在 我还保持着这种心态上的这种积极 和这种活力 也是我这个职业 我这个工作给我的 我非常喜欢他 他给我带来的折磨都是小时候 你有没有一个未来读库成功的时候 一个理想的样子 我认为我已经成功了 就是这种成功 第一呢每年六七本的读库 已经编了十六年了 一百多本了 每本的销量都在五万本以上吧 五万本应该出版界的畅销书的标准是吧 我们不要说出版界的杂志 我们说说实实在在的发行量到五万份的杂志能有多少 就是这叫随时可死状态 它随时停下来 我都认为老天爷都对我太好了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这个团队 所有的人都还能正常能拿到工资 对吧 拿到奖金 我们合作的上游 职场 印场 物流公司 我们没有一家欠款 所有的作者都能如期拿到稿费 版税 这些我们尽量让大家多拿 我就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成功的样 对啊 这个成功 这就叫阶段性成功 对吧 它不用非得追求到最后 一个庞大的什么商业帝国建立起来了 不是这样 我觉得我自己最开心的是什么 就是 因为美其读库呢 我是给自己定的规矩是 读库 美其读库出版六天之内 让作者收到样书和稿费 等这个书一出来的时候 我咔咔咔 一笔一笔往外汇稿费的时候 汇完之后通知 通知完作者 那一刻 是我最最开心的时候 应该有很多投资人找过你 因为读库刚做两三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投资商 而且有的还是我的朋友 就是说要给读库做投资 我当时就拒绝了 第一呢 我说 出版这个行业 就是利润非常微薄 他满足不了资方的业绩需求 但是呢 在整个的这个出版领域 资本占的权重非常低 很少说一本书是靠 靠钱做出来的 当然我跟他说 我另外还内心还有一点小小的骄傲感 就我老觉得我 我不止这点钱 我的价值不止这点钱 后来我们读了商学院嘛 商学院里这个投资课上 有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叫 高速增长的企业不可估值 我们这些年在会计指标上是可以 我不太清楚 至少我们这不都还活着吗 对吧我们从只有我和六嫂两个人 到现在我们七十人的团队 这不就是高速增长吗 所以我一再鼓励我们读库的小伙伴们 我就说 我说我自己最大的感触就是 高速增长的企业不可估值 高速成长的人才也不可估值 你不要以为你今年就值这点钱 你只要让自己 有主动学习的能力 有快速成长的这种可能 你就不会那么着急 把自己卖出去了 是吧 你怎么评价这个六哥的这个管理的风格 我觉得他是属于相信自己的员工 相信大家能够发挥自己的意愿和能力 去让公司变得更好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风格 那你心中读库未来是什么 我觉得作为一个公司的话 希望首先是能够长期的存细下去 然后保留现有业务的基础上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业务条件生发出来 我觉得六哥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 并且能做出来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事情的 这样一个人 读铺出的书有一个特点是非常明确的 你要么不读 读了你就不会后悔 它是有料的 不管这个料是怎么样 就是说它是真材实料 它不放很多添加剂 它比较绿色 另外往往是在其他的店不太容易买到的东西 所以读一本就试一本 那不挺好吗 所以第一个给他做推荐的话就是读你就很酷 第二个就是读一本它就试一本 所以这很读酷 现在这部音频都已经开始做了嘛 我们这个办公室就是当年租的时候就是 就是目的很明确 就是不许人在这里工作 未来就是拍照 录音 录像 做活动 开会 就是干这个 代课 这会变成一个未来的一个商业行为吗 还是仅仅是你这个的一个读酷的一个负产品 我觉得商业不商业无所谓 反正我们有钱 我自己的理解是读酷在现在 以及在可预计的将来 它的盈利模式是比较单一的 读酷的盈利模式就是给读者和用户提供有价值的内容 并且从他们那儿收钱 就是这跟很多内容生产的团队 赚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因为据我知道的 大多数内容生产的团队 现在赚的是往内容里掺水的钱 就是我生产了好的内容业力 那接下来我就有权利往内容里掺水了 我赚的是那个掺水的钱 但是看起来读酷不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非常蜂蜜的体系 其实就是麦菲的这个 它不是靠卖广告不是靠商业合作来赚钱 而是靠产出有价值的内容来赚钱 这样的内容生产者 我觉得只有做闭环 做专属的渠道和专属的平台 有自己专属的用户群 可能这是比较顺利成章的道路 但是我还有一点比较奇怪 就是说我们既然有那么多忠实的受众 有那么多忠实的读者 那这里边其实你稍微加一点商业行为的话 是不会被误解的 但是出版图书这个行业 它本身它是自洽的 只要一本书不烧包 不形成库存 巨大的库存 每一本书都能挣钱 就是它不用铲水就能挣到钱 并且更可怕的是你只要一铲水 用户就不认账 就不买账 你反倒挣不到钱了 有的用户跟了我们十几年了 对吧 每年交租子每年交租子 交到现在孩子都在继续读我们的书 但是它背后也很脆弱 脆弱到可能我们稍微一个不当的举止 这个扭带就断了 我们需要非常谨慎 所以你内心其实是有执念 你是 我不是执念 我是叫战战兢兢 不敢怠慢 从个人情感上来讲 尤其是当下的这种社会 不论 当然这个出版业也是受波及 以利益至上 然后这种着重资本 着重这种隐情利益 独库能够自始至终的坚持的一种信念 这是我一直以来 我对读书 这样就是 从个人的情感上是特别特别推崇的一个原因 你喜欢读纸质的书吗 一会儿 读过 如果要是纸质的书和iPad或者手机上的那种电子书的话 你更喜欢读哪个 电子书 还是更喜欢读电子书 那如果以后读库也有电子书的话 你会读吗 会读 你会盼望像读库这种书它有电子版吗 还是你会喜欢纸质书 我喜欢纸质书 因为我觉得就算如果有电子书的话 我可能也不会去翻它 因为它没有感觉 我觉得能量全都在这一页一页纸里面 因为读库也出了一本就是日本的石卷造纸厂 那本书我也看了 就是看着那本书就很激动 可能会流眼泪 那每本书的这个纸质 它就是活生生的生命 其实我还是会一直支持 一直支持 你对图书的质感 对它的那个整个的装针啊什么的这些 包括文字啊什么 都有都有特别完美的那种执念 但是现在对纸质书 真的大家就是阅读者 真的那么的能够感受到你的一点一滴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意识在里面吗 对纸质书的阅读肯定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 因为的确对于人他的这种认知 知识结构思维最好的锻造工具就是阅读 纸质阅读 就是我们说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 现在这个世界已经都不用多么努力 你就能吃饱饭 你就能至少温饱无忧 至少饿不死 所以呢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成为大多数人 就是懒洋洋的对吧 反倒是阅读是非常痛苦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和原来不一样了 就现在是你基本上可以比较轻松的成为大多数人 对 但是你要想成为少数人 少数的精英人群 掌握产出权 掌握 拥有创造能力 拥有定义权 解释权 制定规则权的这些人 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难乎其难 那么成为少数人的 必不可少的一个就是指指阅读 我觉得这个不用怀疑 没有一个人说 在他就是精力最旺盛 脑出突发展最快的时候 他不去如极似渴的逼着自己读大量的又厚又重的书 他想成为一个精英人群中的语言 是不可能的 你的任务是找到这些人 对 我的任务就是努力为那些人服务 所以你想想对我来说多难 我自己都不是一个多么有专业素养的人 我还得为这些人服务 所以我的能力能够和我的工作相匹配吗 能够和用户对我的要求相匹配吗 老天爷给我的这些机会相匹配吗 所以我可不就整天就是一个苦大仇神那样子吗 你觉得阅读的这种习惯 或者说指制阅读的这种习惯 它还会回潮吗 还是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就是现在越来越少 我相信会回潮 因为人类都是拿到一个特别好玩的玩具 会特别新鲜 但是不会老这样下去 因为你看我们的读者 第一这些年一直是在稳步增长 它并没有减少 第二它也自然而然的就完成了迭代 现在我们的90后00后的读者是占相当大的比例了 所以阅读永远是年轻人的事 他们的阅读广度深度 我觉得不比我们当年差 你个人和读库是一个什么关系 我觉得是相互成就的关系 那么第一呢 读库我成就了读库 第二呢 读库也成就了我 你看我这十几年来 我觉得真的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十几年 每一本书我都终审过 每一本读库都是我自己组织的稿子 我自己编辑的 那这些书 我就是一个 这叫什么活体实验 我就是那个小班书 其实我就是一个最现成的例子 就是告诉大家 读书可以让一个人变成什么样 就是我这个样子 如果说我自己现在 处在一个老是崩溃的边缘 对吧 一个恶行恶状的样子 一个人神共愤的样子 我觉得我们的产品 也不会让人真正分传 想问沈老师 为什么中国很难出现像 The Clash和Oasis这样的乐队 嗯 这个 这个不知道怎么回答啊 就是 为什么英国不会出现像 新裤子和五条人这样 五条人这样的乐队 这些乐队都特别不一样 中国也不会很难出现 像Radiohead 我觉得更难出现像Rolling Stone 或者说像Beatles这样的乐队 或者像Michael Jackson这样的超级巨星 我觉得这更难 第一次听五条人的音乐是什么时候 当时是什么感觉 我忘了第一次听五条人的音乐是什么时候了 可能印象并不是很深 但我觉得我第一次 真正第一次听五条人 是 乐下之后他们在上海 Morning Sky Lab开的第一个专场 我是从头看到 我觉得 是一个真的是超级棒的乐队 而且超级全面 又有流行度 又有特点 又有很强的那种探索精神和实验性 完美 五条人多久发专辑 重塑多久发专辑 五条人我在这预告一下 五条人很快会发专辑 而且他们计划现在是发 一个双张的专辑 是两张专辑前后 前后脚 然后重塑多久发专辑 上次见华东 他说他 我在我问了同样的问题 你什么时候发发新的专辑 他说他写了一首歌 一首一首 如今的时代 唱片CD等的销售额 能占到唱片制作费用的多少 你们对唱片的未来怎么看的 是什么让你们坚持发实体唱片 这很不一样 因为有的唱片可能 唱片的销售额 能占到唱片制作费的 一半 我们通常要求经济部门是实体 要回收一半 但有的唱片投资实在太高了 可能有的唱片要投好几百万 所以那个实体就没那么多 那为什么还出实体唱片 我其实没有真的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觉得实体在手里感觉它更实在一点吧 讲过有一天会成为滚石环球那样的公司吗 有一天不干摩登天空会去干点啥 首先我想说摩登天空是一个完全没有参照物的公司 所以它跟其他的公司完全不一样 当然滚石啊 环球啊 宋内啊 华纳啊 很多有意思的独立厂牌都很好 但是摩登完全是另外的物种 然后有一天不干摩登天空去干点啥 其实会退休吧 就是摩登天空是我个人最后的一份工作吧应该说 然后如果不干了可能就养花养草了 独立音乐的发展需要更需要小型live house 还是大型商业live house 两者之间或者说各类不同的live house之间存在比试链吗 我首先觉得都需要吧 都需要 然后大小都需要 没有比试链 草民音乐节的票为什么这么难抢 门票数量演出时间能安排合理点吗 为什么这么难抢 不是所有站都难抢吧 欢迎大家注册那个登登登会员 门票数量演出能安排合理点不合理吗 我在这儿曾经一个事儿 因为很多地儿比如说我们公布一个阵容 大家觉得这个阵容不给力啊等等的 其实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爆批人数决定了这个阵容的排布 或者说决定了阵容的一个级别 其实爆批人数是特别关键的一个维度 如果乐下还有下届 摩登的乐队还会参加 当然会 摩登的高速发展是否让老神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首先我从来不认为摩登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公司 就是我们还是挺扎实的一个长牌应该说 想对和你共同经历摇滚20年的老朋友说些什么 摇滚真的不重要 生活更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